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1999年的4月25號 上萬名法輪功學員 自發到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訪 如今已經21年過去了 但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仍在繼續 今年受疫情影響 加拿大多名政要通過電子信函 表達對法輪功學員的支持 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彼得·肯特說 在過去的21年裡 中共始終在殘酷鎮壓 侵犯法輪功學員的人權 儘管全球都被中共病毒疫情困擾 但此時紀念425和平上訪仍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導致這場瘟疫如此嚴重、悲慘、致命的許多因素 都是源自中共政權的鎮壓、殘忍、致命和殘酷的政策 加拿大自由黨國會議員朱迪斯格諾表示 425這一天標誌著聯合國 公民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所載的基本人權得以彰顯 我讚揚法輪功學員堅定不移地致力於維護普世價值 真、善、忍 加拿大前參議員迪尼諾說 我支持法輪功很多年了 將繼續支持 我最想發出的信息是 無論哪裡需要我 我都準備好與你們站在一起 加拿大國會議員加內特‧吉尼斯表示 保守黨人會繼續密切關注法輪功在中國受到的迫害 以及中共在信仰領域打壓民眾的糟糕記錄 中共近年來通過一帶一路計畫擴展海外勢力 通過向貧困國家輸出債務來操控該國 不過中共最近在非洲遭到反擊 據《國際財經時報》報導 坦尚尼亞政府日前宣布廢除與中共之間的貸款協議 這是非洲第一個廢除一帶一路貸款協議的國家 按照中共與坦尚尼亞前總統基奎特簽訂的協議 中共將向坦尚尼亞提供100億美元貸款 在該國修建港口 條件是中共獲得99年的港口租賃權 並且不受坦尚尼亞約束 現任總統馬克夫利上臺後 認為條款不合邏輯 稱只有罪悍才會接受 要求重新談判 但中共未在現期內回應 因此馬克夫利單方面宣布 中共在坦尚尼亞的一帶一路協議被廢除 好 下面請看時事禁聞